What's up guys 今天出任務到丹麟古道做拍攝 丹麟古道被穿了200公里 我們在走其中的一階段 注意到通常應該是會比較好走 比較平緩 路上也有比較多的樹影 據說洞景時會優美 終點或是V3島的聯望台 希望在這邊可以看到美好地靜置喔 路上有什麼樣的拍攝心得 大家可以跟各位分享 在野外進行影片的拍攝 使用各式各樣的角度 捕捉我們整個路外旅路的行程 能夠流暢 而且獨特的敘事 就需要符合我們行走速度的直覺 行走手所看到的物體移動的現象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嘗試邊走邊拍 影片的放縱不確定 以及模糊的感覺 震動感 適時使用一些補助的設備 比如說Gimbal 特殊相機 比如說360相機應酬 帶來非常穩定的影片呈現 都可以讓我們能夠成功的 行走間穩定的速度感 幫助我們獲得美好的移動畫面 以及呢 使用VR360 一樣可以帶來非常平穩的眼睛 自由的切換不同視角 行走的時候自拍整體畫面 小星球啊 草光角 面線性等那些角度的自由變換 使用360拍攝的時候 還是要非常注意光線的表現 因為360的相機呢 它的寬容度 以下品質又有限了 所以要善用 最好最好光現在 我們發揮它完整的實力 現在來到雙溪特戰 有趣的小鎮了 剛剛爬完了最著名的淡蘭古道 中段 在整段路程來講 爬完感覺呢 其實它非常的輕鬆 非常的easy 整段路並沒有很多的爬坡 沿途的自然的景色呢 非常的優美 樹林啊 綠色 不同層次的光影 線條 都非常的令人感動 拍攝的一些影片素材呢 其實我覺得都非常的喜歡 因為大蘭古道呢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林道 以前呢 是運輸木材的運輸管道 因此呢 它的路面是相當寬闊 容易行走 接觸著大自然 呼吸的新鮮空氣 四周的樹林呢 它的高度所產生的樹蔭呢 都讓步行其中的我們 覺得非常的涼爽 一路欣賞著美妙的植皮啊 綠色的絕葉 或者是樹林等等 以及路面呢 一些台形 它的顏色 在陽光的照射下呢 都顯得閃閃動人 十分的美麗的畫面 再看看四周環島的那些浴衣 都無比的紓壓 不會有太多的溫蟲啊 手指的出沒 整體19步道上 維持得相當的完整 而乾淨 因為我們這個季節去 其實已經過了酷暑的時間 在整體步行上呢 並不覺得特別嚴熱 而且 時不時呢 都要跨過溪水 但是溪水其實都非常的淺 甚至有機會呢 可以踩在冰涼溪水中 小小鼠 這些呢 都是非常enjoy的路程 當然記得要穿塑膝鞋 像我穿布鞋花 就可能要面臨著 冰涼的雙腳 伴隨著不適的絲襪子的感受 提供各位做參考 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是下雨的時候 溪水可能會暴漲的情形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前往的時候 是不是有下雨 或下大雨的可能性哦 這次拍攝上呢 我也使用了 Zony的A7S3跟A7C 高低配呢 其實在拍攝上 非常靈活好用 A7C它的螢幕的數值 跟A7S3有一定的差距 A7S3是全面的 在錄影上呢 優化非常明顯的 在這次拍攝上 我使用A7S3搭配A7C 這樣子搭配呢 其實非常方便 本質上有明顯的落差 因為A7S3是一個 在拍攝上呢 是對於錄影這方面 特別優化的一個拍攝力氣 當然它的拍照 拍平面呢 也都是非常的好用 平凡的切換A7S3跟A7C的操作 你就會發現A7C的操作呢 會顯得比較沒那麼便利 一方面 它的按鈕都比較扁平 滾輪少一個 所以它的操作的 快速線的編制呢 也都比較沒那麼救手 所以A7C最適合用法呢 就是全程AUTO的方式呢 做拍攝 以它相機的處理能力來講 其實它的AUTO的效果 已經不錯了 但是使用A7S3的時候 更樂於使用全程手動方式 光圈快門A7S3 都非常的容易調整 它有各式各樣的快速器 瞬間的把參數都調整好哦 在戶外拍攝呢 都有一個比較不好用的地方 甚至是它的Tone點 就是它的螢幕的顯示 在戶外的時候呢 其實是比較不堪用的 你的螢幕呢 有兩種模式 因為一個是手動設定螢幕的亮度 另外一個呢 就是使用晴朗天氣的模式 可以讓你的亮度調到最高 讓你在戶外呢 可以看得到螢幕的內容 它亮度雖然調高了 但是它的整體的對比呢 非常的大 可以看到東西 但是它其實換起來很醜 就只有這兩種選擇 那如果你使用手動的調整 螢幕亮度的話 螢幕亮度比較灰暗 然後在戶外拍攝的時候 不容易看到畫面的內容 特別是搭配穩定器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使用底角度啊 觀察畫面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不適應的情形 全程使用手持啊 或是全程上腳架 再加上一些適當的遮蔽螢幕的效果 索尼螢幕在戶外也是看得清楚 只要使用穩定器啊 或是使用一些不同的角度去觀看的話 它的螢幕在戶外呢 都不是特別的容易觀察使用 A7S3跟A7C在拍照的時候 雖然一台是1200萬像素 一台是2400萬像素 但是A7S3它的照片的品質呢 卻出乎意料的非常的棒 一方面它的階調完整 細節過度呢 其實都相當的優質 銳利度呢在1200萬而言 也是非常的受用 反觀A7C雖然它有2400萬像素 它拍出來的畫質也相當的好 它的初始的反差比較大 即便是使用RAW檔 我覺得它的亮部暗部的細節呢 它的保留呢 依然不如A7S3那麼的完整 很容易會有亮部過曝啊 以及暗部過暗的情形 但適當的調整呢 依然是可以得到滿意的效果 也是拍攝戶外題材上 其實A7S3的發色 要比A7C呢 更加自然更加溫和哦 當然這次可以經過後期調整 以直觸的表現而言呢 其實A7S3確實有比較優越的地方 這次A7S3呢 我全程使用120fps的方式去拍攝 BRAW以及各式各樣的素材 後製上呢 也可以達到令人滿意的 控制速度的效果 Anyway A7S3跟A7C呢 在戶外拍攝的任務上呢 其實都非常好用 可以依據需要手持啊 或是上穩定器 來和零活的搭配 所以這樣高低音配的使用呢 其實還是令人滿意的 在拍攝的時候呢 我使用A7C加20 1.8 以及A7S3加35 1.8 在以往呢 我通常只會使用50焦段來拍攝 不管是拍照還是錄影 都使用50定焦這個焦段來做 創作的主要的焦段 35這焦段呢 一般我用起來呢 覺得跟手機的一種感覺太像 這次我拍攝呢 在A7S3上 只使用一顆35定焦來排完全程 熟悉的35焦段 所帶來的非常自然的視角 就帶一點點小小的廣角透視感的表現力 FV35.8這個鏡頭呢 也執著 讓我覺得 對它拍出來的產品呢 非常的肯定 不管是清晰度啊 或者是它的閃景 接吊的完整 表現得非常的傑出 拍攝B-RAW上 或者是拍攝主要的人物講話上呢 都非常的容易取景構圖 相信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攝影師呢 出門只帶35的原因之一囉 相對而言呢 在A7C上 我使用了20FV1.8 輕鬆呢 就可以容納非常大量的背景 漂亮主持人呢 自己拿著20mm的鏡頭的 這樣廣角的焦段呢 來進行自拍 在拍攝旅遊Vlog的時候 也要多嘗試拍攝一些特寫畫面 來增加 真的具有情緒性 帶入性的畫面哦 從此也使用Insta360 ONE R 拍攝一兩段 捕捉在林間著陸的主觀鏡頭 不過這是因為角度沒有調整好關係 所以Insta360的自拍素材呢 出現一點點自拍桿的影子 自拍桿跟相機能完全的水 自拍桿就完全隱形了哦 Insta360的特殊影像 是要著亮使用 如果用太多會讓自己 不會具有真實感 當然不管怎麼樣相機 即便是手機也可以拍得好 主要是開設的想法 跟取景的概念 怎麼樣去實現 美好的素材的捕捉 好 這邊就分享到這邊哦 下次見 掰